穿越后的崇祯竟然让下人收钱 看看他总结出来的大明灭亡十大问题 皇爷张小公也给了奴婢没敢要 没要 崇祯略意 下次再有人塞银子 你就收了 这群人有的是钱 不要白不要 积少成多 也能补贴那套 顺带看看谁出手最大方 给朕记下来 朕有用 王承恩心中猛逼 不相信这是崇祯说出来的话 皇帝支持下属收钱 似乎有损皇家威严 但崇祯思考得更为深刻 面子对他而言已非上一世的追求 而是一种实用的资源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你应该有分寸 下去吧 王承恩默默退下 心头仍然翻涌着对崇祯言行的疑惑 在暖阁内 崇祯拿起笔 沉思片刻 将几个名字写在纸上 顾思理掌印太监高实名 思理禀彼太监李凤祥 提督朱监局太监楚建章 张国元四人 都是17年后与方正化一起战死的人 而最后 崇祯又加上一个名字 高宇顺 这个人是最后一位思理兼掌印太监 在城破时选择火烧自己 坚决不投降 这些人或许在史书上有瑕疵 但对崇祯而言 他们是绝对忠诚的 值得信任的人 崇祯开始思考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一个让人信赖的帝王形象 皇爷 午膳的时间到了 崇祯发现这野菜居然好吃 不仅感叹生活的 在东暖阁内睡了片刻后 崇祯继续整理明朝的问题 他列出了明朝灭亡十大问题总结 分析了商人道德的失控 三线作战的拖累 小兵和气的天灾 摧毁一切的瘟疫 没有底线的党争 军阀割据的形成 军人道德的沦丧 毫无廉耻的文人 统一战线的失败 专制力度的不足 每个问题后都附上相关人名 对明朝的危机 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皇爷锦衣为指挥使田尔庚求见 让他进来 崇祯略显疲惫地收拾起思绪 田尔庚入内禀告 金卫三大营主将的行动 让崇祯心头涌起一抹怒气